當然艾滋病毒目前我們還沒有辦法把治癒 這是沒有錯的 你可以搜尋到某些很罕見 經過什麼骨髓移植 艾滋病這個痊癒的案例 但那個是很少數 目前針對艾滋病毒的治療方式 主要還是以控制為主 而且是可以控制得非常非常好 大家好我是Wii 歡迎回到歌調查 大家都知道艾滋病毒是經過性行為 或體液交換傳播的 但你有沒有想過 世界上第一個艾滋感染者是怎麼產生的呢? 到底是誰傳染給他的呢? 接下來就為你們講述 艾滋病毒的起源與歷史 這就要追索到20世紀初期 據說艾滋病毒最早起源於非洲 由黑猩猩傳染給人類 你可能以為 欸該不會是跟黑猩猩有什麼深入的交流吧 我只能說 你們的想像力真的是太豐富了 其實目前我查到有幾種說法 有人說是當時的人類會吃靈長類 然後在狩獵猩猩的過程中 可能是傷口接觸到染病的靈長類所得到的 另外一種說法則是在靈長類 進化成人類的過程中 遺傳演近數百年所演化而來的喔 那當然這個比較不可信一點點啦 而之後會廣泛流行呢 有科學家指出是在1920年代 位於西非的一個城市 利奧波德維爾 就是現在的鋼國民主共和國的首都金沙薩 當時這個城市才剛成為鋼國的首都 吸引大量男性勞工流入 性產業也一直蓬勃發展 在當時的性觀念及衛生條件較於落後的情況下 艾滋病毒漸漸的傳播 也因為當時交通的便利 以及不斷流動的人口 病毒很快的就傳到全世界 直到1980年代 美國通報第一起案例後 艾滋病才開始受到人類的重視 艾滋病毒發現至今已經超過40年 那現今的醫學技術下 已經不像過往人們形容的無藥可依的絕症 而是可以當作一般慢性病治療 只要定期服藥跟健康的人毫無二致 且在協議中測不到病毒的狀況下 也不具傳染力 不過社群媒體以及網路上 仍有許多關於艾滋的誤解及迷思 就如何黃河泛濫一般不可收拾 今天我們邀請到蒼狼哥 來為大家破解迷思 好 大家好 我是長哥 相信大家對於艾滋病 艾滋病毒的歷史有比較多的認識 那其實關於這個艾滋病毒 或是艾滋病相關迷思 我在幾年前其實也都做過影片 還是蠻多網友不瞭解相關迷思 所以我請小編整理一下 常見關於艾滋病毒的問題 那我們網友有什麼問題呢 第一個就是艾滋病毒跟艾滋病 還是有人會搞不清楚 OK 這是個非常好的問題 其實艾滋病毒它是造成艾滋病的病原體 就是所謂的人類免疫缺乏病毒 HIV 這個我們講艾滋病毒 但是你得到這個艾滋病毒的感染 病毒會馬上變成艾滋病 因為艾滋病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它已經是一個有點進入中期 已經有點嚴重的形式了 所以當一個人他感染了艾滋病毒 我們會稱之它叫做艾滋感染者 那艾滋感染者一開始沒有什麼症狀 因為艾滋病毒它其實 它不會直接造成你有什麼特別的不舒服 它會慢慢的去破壞你的免疫系統 破壞你的CD4輔助性的T細胞 讓你的輔助性T細胞越來越少 所以常常過了這個幾個月 甚至這個幾十年數十年 有人會潛伏那麼長 哇 這個你的輔助性T細胞被破壞到 小於每μL200顆 這時候你就會發病啦 因為你只要CD4T小於200 你各種什麼四肌性感染都會出現 所謂的四肌性感染就是這些病原體 它在一般人身上是無害的 但在你身上就會產生非常嚴重的感染症狀 常見的像什麼 肺囊蟲肺炎啦 真菌造成的什麼口腔炎啦 食道炎啦 什麼寄生蟲感染啦 隱求菌感染等等 所以等到這個艾滋病毒 把你的CD4細胞都破壞光 你開始產生非常嚴重的免疫系統的不全 產生非常嚴重的感染 這時候我們就叫做艾滋病 所以基本上我們稱一個人是艾滋病的時候 就代表他得到這個艾滋病毒都沒有控制 已經到十分嚴重的階段了 欸 納格爾那艾滋病毒 現在是沒有辦法有治療的方式嗎 欸 這個你就大讓特讓了 怎麼可能會有這個觀念呢 當然艾滋病毒 目前我們還沒有辦法把治癒 這是沒有錯的 你可以搜尋到某些很罕見 經過什麼骨髓移植 艾滋病這個痊癒的案例 但那個是很少數 目前針對艾滋病毒的治療方式 主要還是以控制為主 而且是可以控制得非常非常好的 這個預期壽命 甚至是跟一般人是沒有兩樣的喔 一般來講這個控制艾滋病毒 我們會講一個叫 鸡尾酒療法 所謂鸡尾酒療法 就會可能結合三種以上的 抗艾滋病毒的用藥 其實它就有點像慢性病服藥的方式 欸 你就每天服用 欸 其實就可以把你身上的艾滋病毒 控制在非常低量 甚至是測不到喔 欸 那有什麼就是控制得很好的案例啊 比較有名的應該就是那個 NNBA的什麼魔術強森吧 欸 我記得他前陣子又出了一個新聞 他自己也出來說 他感染艾滋病毒的30週年 注意有30週年不是3年 穩定服藥控制 因此距今30年 哇 他的體內的艾滋病毒 都是低到這個測不到的狀況 所以其實他的健康狀況 跟一般人沒有什麼兩樣的 所以控制得非常好 那哥哥 那你剛剛提到的就是 他病毒低到一個量的時候 他就不會有傳染力了嗎 沒有錯 你以為控制不了的 其實是可以控制的喔 目前國際上 對於這個艾滋病毒的共識 叫做 U 等於 U 第一個 U 叫做 Undetectable 測不到病毒量 持續六個月以上 Equals Untransmittable 對 意思就是不會傳播 目前這個世界衛生組織 他們其實也認同這個概念 就是 U 等於 U 等於 Zero Risk 等於零風險 意思就是說 只要感染艾滋病毒的患者 他們每天服藥 長期控制 長期治療 把體內的這個病毒 壓到測不到的一個狀況下 其實就沒有傳染風險喔 那如果是沒有控制的話 那他的傳染途徑是怎麼樣的 艾滋病毒其實一般為人所知 其實就會透過這個血體液的傳染 就例如說共用針頭啊 那像體液傳染 大家比較知道就是 不安全的性行為 那另外一個 也常常被提到的 就是叫做 母子的這個垂直感染 我覺得媽媽假設是沒有控制好 其實生小朋友的過程中 其實也有可能會把這個 艾滋病毒去傳遞給小朋友這樣子 那除此之外 其實一般的像 共用餐具啊 一起吃飯啊 一起運動啊 甚至這個公共的一些廁所的一些接觸 其實都沒有傳染疑慮啦 那接吻呢 一般來講我們是講接吻 是不會傳染艾滋病毒的 當然研究是有去做說 如果你接吻 你想要真的去get到這個艾滋病毒 你想要喝下 對方可能2、30cc的唾液 或者是你這個口腔真的 哇有很多傷口啊 這個對方的這個艾滋病毒 可以直接進去 但是這些機會 老實說都微乎其微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是講接吻是不太會傳染 所以大家不用太擔心喔 那也有很多人網友會問 如果用嘴巴口XX來服務人家 我們講這個口XX它的風險會比不安全性行為 還要來的低一些些 但是還是有風險 因為它會直接接觸到對方的生殖器 所以這個口腔裡面假設 真的有一些細微的傷口 或者是做的過程太劇烈 去創造出一些傷口 這時候這個病毒還是會有可乘之急 其實口XX也算性行為 就還是呼籲大家就是安全一點 就戴個套 其實就可以避免這樣子的傳染疑慮 欸那如果是公共泳池 或是什麼像澡湯啊 如果我身上有傷口的情況下 我可以去嗎 艾滋病毒在人體外非常難存活 尤其是它能進到淡水裡面 進到這個鹹水裡面 其實一下子就死掉了 而且更遑論說 其實那些水量都非常大 其實這樣子 艾滋病毒的濃度 遠遠是還沒有達到會感染的標準 如果我已經是艾滋感染者 我可以還有性行為嗎 那這還是回到我們剛剛一開始講的 欸只要你有長期的去服藥控制 去把病毒量降下來 達到所謂的U等於U 就代表不具傳染風險 所以假設你是控制良好的 這個艾滋病毒的感染者 其實無論是這個生小孩啊 或是性行為 都是沒有傳染風險的喔 那假設如果我有一個性版體 不知道他有沒有感染艾滋的情況下 那我該怎麼辦 其實就是鼓勵大家要去做這個艾滋篩檢 艾滋篩檢目前其實都是匿名 而且是非常方便實行的 那其實現在的一個觀念是呼籲 所有有性行為的人都可以考慮去接受 這個艾滋篩檢 篩了之後其實沒事就沒事 那有事其實他可能都還在那個 譬如說潛伏期啊或是還在未發病期 其實你篩出來是陽性 趕快就診趕快治療 艾滋在有好好控制的狀況下 根本就不會發病變成這個所謂的艾滋病啦 所以其實目前就是提倡說 只要你有過不完全性行為 都應該要接受篩檢 現在在這個U等於U的情況下 是不是有朝一日我們能期盼說 就是沒有艾滋病毒了 當然是可以期待啦 但我覺得這個就是需要全民去努力啦 大家看一下台灣2018年 每年的艾滋這個感染人數 其實會發現是逐年下降的 那聯合國他其實也有設立一個目標 就是他希望在2030年的時候 可以達到所謂的959595的狀態 意思就是95%的感染者知道自身的感染狀態 然後95%的感染者是有在服藥治療的 然後95%有在治療的人 是達到這個untransmittable 就是達到這個病毒量測不到的一個狀態啦 那目前台灣的這個防疫的狀況 已經到達909595 那其實這代表還有大概10%的這個感染黑術 是被偵測出來的 其實在比較理想的狀況下 其實還是希望大家可以有一個 擴大篩檢的概念 就是只要你有過這個不安全性行為 其實都可以前往篩檢 那當幾乎所有就是被感染艾滋的人 都知道自己被感染 而且就穩定的接受這個服藥控制之下 那當然這個艾滋感染的這個比率 就越來越低 越來越低 那最終就趨近於0囉 理想狀態啦 所以還是鼓勵大家接受篩檢囉 得到